袁文在逐奏書頁上一回 莫文和小琴在老婦人的教導開解後 平起了一切雜念,專心練功學武力 而癡疑也在老婦的嚴厲監督下 絕無來騷擾莫文和小琴 他自己就變成了造出萬歸的斬柴佬、農夫 每天老老實實都在斬柴、種菜、淋水 莫文有時候看在眼裡痛在心裡 有時候忍不住和小琴暗暗幫他 別讓他勞累過渡 雖然如此,癡疑的智商還是和以前一樣 一堆都沒有好轉 花開花落 不知不覺 暫眼之間他們在這個荒無人煙的山谷中 過了三個幾月 三個幾月來 他們早晚勤練內功 上午就練劍 下午就看武林中各門各派的劍法 這個千年女鬼不知幾時 不知哪裏滾了各門各派的武功秘笈 劍法、劍譜 讓莫文小琴在這裡看 從中啟發他們如何用自己所學的劍法 破解這些劍法 三個幾月來 他們兩個不只內功大準 莫文亦將老父所傳授的九套劍法 練到滾瓜難熟 你哪怕這個老父隨意叫出 九套劍法中任何一個招式 莫文可以即時使出來的 絲毫不錯 這九套劍法 每套就十二式 一共一百零八式 幾乎將當今武林 國門各派劍法的精髓 絕招 全部融化在這一百零八招之中 而且還有國門各派 所有的奇招怪式 以及神奇莫測的變化 一旦使出來 足以令到任何一流的上聖高手 都無法意料 和不知如何破解 小勤的劍法 亦是老父的指點和嚴厲的要求 真正把欲羅勢的崑崙劍法 和事不宇的劍法融為一體 相互間的招式轉化 來得非常自然 沒有半點的阻滯 既是兩家的劍法 又不同於兩家的劍法 其實 它等於創建了一門新的劍法 其中有不少的招式 是兩家都沒有的 是兩家不同的劍法 結合的結晶體 只有像老父那樣的武學大師 精通各門各派的劍法 這樣才可以創造出來 舊底小勤所思的劍法 玉羅勢就是玉羅勢的劍法 事不宇就是事不宇的劍法 好像香蔥半豆腐一樣 一清二楚 但現在不同 老父人將它們用為一種新的劍法 你分不出哪一招是玉羅勢的 哪一招是事不宇的 一招使出兩者都有 但是它最終的基礎 就是昆仑派的追魂劍法 這樣就等於小勤把這個劍法 推上了新的一層 果然 小勤又在江湖上行走 和人交鋒的時候 周不時令對手大惑不解 不知道小勤是哪一門派的弟子 就算是昆仑派的弟子 都不明白 唉 最多感到小勤的劍法 既似自己本門的 又不似自己本門的 而且朝朝出手都被小勤的劍法所克制 幾乎一出招 就被小勤化戒 簡直無法跟他交手 小勤有了這門新的劍法 就足可以傲視武林 更何況小勤這陣內力大增 使出來的利劍 哇 劍勁伶利引含銷聲 不是一般武林人士能夠招架得到的了 三個幾月之後 老婦人分別看到莫文和小勤的劍法 非常之滿意 他跟著說 梅丁 你們兩個的劍法 可以說過得去 只要今後加緊近年 都可以應付一流的勁敵 當然 在林鎮交鋒的時候 應該隨機應變把握時機 就是敵不變我亦變 只在迅速制服對手 這件事 對莫女釘我就不擔心 但對勤女釘呢 你以後要多注意啊 是嗎嗎 我會記得的了 好 那麼 現在老婦 想傳你們一門新的武功 你們說 想學什麼武功 那個小勤呢 有少少人心不足 蛇吞進說 媽媽 你所有武功我都想學 學 菜 靈媒 貪多照不難 如果你每樣都想學 而每樣都學不清 嗯 這樣吧 為了彌補你的不足 老生傳你一套 迎風扭暴 今後 就算你遇上到最強的敵人 你都可以全身而退 小勤一聽 迎風扭暴 靚東西 即時就說 多謝媽媽 多謝媽媽 老婦人又問了莫文 那你呢 你還想學老生什麼功夫 莫文呢 就沒有小勤敢說話 其實已經很狡猾了 媽媽你教我什麼 我就學什麼 哼哼哼哼 你這個妹爹 難怪江湖上人稱你為狐狸女 真是狡猾 好 老生傳你劉雲非洲好嗎 莫文啊天 歡喜到整個叫起 劉雲非洲啊 怎樣 你這樣的表情 即是不想學 不是呀媽媽 我有什麼理由不想學 這門工夫在江湖上失傳了很久 絕技你 我發夢也想啦 好啦 金唐 你夢幻成真啊 多謝媽媽 老婦人眼光看了小勤一下就說 勤妹釘 不是老生不想傳你劉雲非洲之功 這門武功呢 全憑真氣發出 你現在暫時沒有目標 這一陣其後的真氣 學了都沒用 不但發揮不出威力 反而會被他人所傷啊 媽媽我知道啦 我能夠學迎風柳部 已經高興萬分啦 你不會罵我偏心啊 媽媽我怎麼敢啊 唉 老生真是羨慕玉羅莎 在人海茫茫中 居然發現了你這塊壁獄 好啦 你們兩個明天 就跟老生學這兩門武功啦 這陣子居然不知道在哪裡突然走過來問啊 爸爸 你偏心啊 你教他兩個武功 那我學什麼啊 莫文小勤一聽 就怕居然會又被媽媽罵了 誰知道今天老婦人似乎心情很美啊 不單不罵 反而笑著問 嘿嘿嘿嘿 你這個白癡仔啊 你想學什麼啊 爸爸 哦 我想學劉雲飛就功 這個癡兒真是癡人講夢話了 連小勤都沒有資格學 這個癡兒連基本功都沒有 竟然想學這門極為上聖的武功 真是異上天開 誰知道老婦人忍著笑說 嘿嘿 劉雲飛就功 是那些女生學的武功 你學你什麼啊 蛤 蛤 什麼她是女生學的嗎 痴兒 劉雲飛就功你就別學了 我教你學 擔水飛步功好嗎 擔水飛步功 九 那就是第幾功啊 那你現在學到第幾功啊 那個癡兒愚愚愚愚 數著自己的手指頭數 數下就說 打茶也是十一功 開芳也是十二功 中菜是九功 爸爸說 我現在好像應該學到十三功了 沒錯 就算是十三功了 你明天都開始學 但是 不能夠好像以前那樣 學一下怕辛苦就不學 媽媽你放心啦 我不會學下去的啦 第二天 劉夫人就傳授了莫文的劉雲飛就功的口拳 以及運氣在堂三就的辦法 他也傳授了小琴的刑風柳步的口拳和步法 教了他們之後 就叫他們各自去背熟 默忌在心 然後帶著痴兒去溪邊學擔水飛步之功 留下莫文和小琴在岩洞裡練 到了中午 莫文小琴就出來找痴兒回來吃飯 嘩 發覺痴兒像一坨泥一樣 躺在溪邊的一塊平坦的大石裡 石下面 倒了兩個水桶 看這款痴兒非常累 躺在石裡動也不想動 小琴就問 少爺你怎樣 莫文就問 這十三功 是不是不好練呢 好 好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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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睡在他食道不回來嗎 兄弟 你是不是不想練 我不練 那個媽媽整個教學 叫我擔著一口水艋走 那些哪是功夫來的 累死人了 累死人是功夫來的 少爺 媽媽呢 她很生氣 她走了 兄弟 你為什麼喜歡媽媽 激怒 我沒有激怒 是她自己生氣 媽媽怎麼會生氣 她聽說我不想學 罵了我幾句 就生氣媽媽走了 說 什麼以後再不管我了 我喜歡學什麼 就自己學什麼 兄弟 你到底想學什麼 啊 姐姐 我現在什麼都不想學 我 想睡 就是吃豆腐 那 莫文心想 這樣的癡疑 你叫她學什麼 三個幾月 她能夠日日斬柴中菜 就算不錯了 叫她學一門真正的武功 唉 真的比登天更難 她自己初時 還有些懷疑 這個癡疑 是真人不露想 裝作 但是經過三個幾月日夜相處 她深信 她的確是一位先天不足的癡疑 她心地好 善良 善善就不生性 那個聖狗像小蚊仔 小蚊仔 小蚊仔 問 小蚊 那你吃不吃飯 吃 我為什麼不吃飯 不吃飯 那豈不是餓死我 小蚊 你要吃飯就要起來了 當然我們回到岩島吃飯 現在就吃 那你不餓嗎 哦 我不知道 我只是感到全身都不想起來 全身痛 小蚊 你是不是扭傷了 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莫文又很關心 我問 兄弟 媽媽叫你今天擔了幾口水 姐姐 你還問幾口 我擔了一口水就找不動了 那你是不是扭傷腳或者腰 哦 我不知道 那你哪裡痛都不知道 我 我走傷了 莫文心想 你這臭小蚊仔到底是真痛 還是假痛 擔了一口水就全身都痛 嗯 他就說 兄弟 你試一下爬起來走給我看看 我看你哪裡傷到 那個痴兒唯有苦瓜乾地爬起來 特地扮成全身痛 東搖西敗地走幾步 一路走一路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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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真假在哪裏啊 我要幾個掌著啊 那隻是鸚鵡來的 哦 那我又見那隻鸚鵡啊 你不是說你周心痛的 你現在不痛了 啊 啊 啊 不快跟你說啊 我是怕我媽媽要我擔第二口水走 我才說特地痛 我現在不痛的了 不要說那麼多了 姐姐啊 小琴啊 我們快點回來掩戸 看看我直式說話的掌著吧 其實哪裏有掌啊 反正都想哄她回岩洞了 就帶她們回到岩洞了 那個痴兒一回到岩洞 就四處要找那隻會說話的鸚鵡 但是哪裏找得到呢 她不睡就問了 姐姐啊 在哪裏啊 那隻會說話的掌著呢 在哪裏啊 我莫問了嗎 那我不知道啊 最初還在呢 現在就飛走了 哎呀 算了 既然飛走了 不就不要找了 明天再找她了 我們吃飯了 怎樣呢 這個痴兒耍無賴呢 哦 我不吃飯了 我不吃飯了 你們騙我的 我應該會說話 啊 啊 突然間的收聲 為什麼呢 原來老婦人突然出來 挖著那個痴兒說 你吵什麼啊 吵什麼啊 什麼鳥啊 哈 那個痴兒一看到 好像老鼠見貓 立即不出聲 但嘴又暗暗沉沉沉說 啊 哎 哎 是一隻會說話的鷹帽啊 不記得了啦 那個老婦人看著 莫文小琴一眼就說 叫你們練功你嫌辛苦 玩你就不嫌辛苦 有鷹帽啊 鷹帽啊 鷹帽啊 是有隻鷹帽啊 讓我放扯了啊 怎樣啊 跟我吃飯啊 那麥克風和小琴呢 就很感激地看了老婦人一眼 他知道老婦人就是幫他們的而已 變來有什麼鷹帽啊 也知道老婦人才可以制止痴兒的吵鬧 痴兒現在呢 就跟著姐姐走了 莫文呢 就很溫柔地說 兄弟先吃飯啊 以後 我保證和你續一隻會說話的小鳥啊 他們幾個吃完飯 稍為休息了一會兒 老婦人就問莫文小琴 老婦人傳給你們的口訣記住沒有 莫文和小琴一起說 記住啦 嗯 勤妹釘 老婦人現在先傳你迎風扭步法 你仔細看清楚一下 千萬不要分心 講完老婦人在岩洞的大廳裡 走了一圈 迎風扭步 原來就是天山派一門絕技 由當年的天山怪盒李氏水 就傳給慕容指令 以後就成了慕容家的一門絕技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我以前說的武林傳奇 這步法就不是多 六十四步 有急轉 交錯斜步 側身滑過 縮身後退等等步法 但是一定要迅速 伸手敏捷才行 更要有一定深厚的耐力 老婦人走完六十四步 轉回到原先起步的地方 就問問小琴 你看清楚老身的動作沒有 看清楚了 好 你現在按著我正話的步法走一次 嗯 背口缺就可以背得到 六十四步趕快走完 小琴你會這麼容易學得上 不過有辦法 老婦人有辦法使小琴跟著他走錯 好 OK